我希望在我的作品当中 它有技法的美 有诗歌的美 有文学的美 有音乐的美 我觉得这些传承了几千年的记忆 任何时候都不会过世 而且是我们的宝贝 千年的木料 千年的树 莆田木雕千年的技法 用立体的形式来呈现 千年前宋代开封的繁华景象 这也是从来没有人干过的 这非常有意思 我在想通过申报经历师世界记录 可以让选世界的人都知道 中国的雕刻技是什么样的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我跟徒弟也有很多的争议 他们希望的就是 以高浮雕的一种情绪来呈现 我说你应该考虑观赏者 他从不同的角度来观赏的时候 整个的造型 它是会变化的 最精彩的部分是这根线绳 它长有六十几公分 都是在圆木里头通过镂空雕的技法把它挖出来的 整件作品的人物总共有两千五百七十多个 船有二十多艘 没有任何的粘贴 千里仙山土应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幅 在十二米长卷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大溪磐礴的山水 烟波浩苗 寻风俊朽 长小横卧影湖面上 我是因为爱好画画 才走上木雕这条艺术道路的 这就是我小时候在这里画的壁画 当时是83年 我记得在春节的时候找不到画画的人 听说这小孩喜欢画会画 那么让他来画 我也胆子大 然后就来画了 三十七年来我从没干过别的 就是一直从事木雕的工作 我是因为喜欢拿画笔 后来才拿起了刻刀 每当拿起刀 我所有的情感通过刀注入到了木雕当中 我觉得说我是以刀代笔的在创作 后来我才发现 应该在作品当中承载更多的 甚至有哲学的内容 后来我从古典事实当中 寻找到了方向 比如说黄亭坚的松风格 诗集当中有一句叫 《小剑寒溪有吹烟》 寒溪顾名实义是一条寒人的溪流 我后来理解 这条溪流诗人要谈过 世人也要谈过 谈过欲望 谈过欺骗 谈过贪欲 你不能沉沦在这里头 任何的诱惑 欲望 都要把它抛卸掉 任何的失忆 失落 也要把它抛落掉 要永远心怀光明和期望 2011年我自己得了一场故 那是一场生死考验 当时在想要不要再继续干下去 我们莆田有一个德高万众的目标大师 叫明国灵 他就过来 他说我送你四个字 叫松敬自然 不要急 不要扶着 凡事顺其自然 你不要争 一个创作者 他的最宝贵的一种创造 是与国家贤途 民主命运息息相关的 创作 不断地探索 是我的总工方向 我这个人做事情就是这样 下决心干 干了以后就一直往前走了 包括接下来的金行大语科 也必须是这样 确定了以后 就是一直往前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